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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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宜輝 歡迎收看時間做手 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票也好 做棋子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實戰系技術 就同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當他們擁有新金流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活爆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套牢股票遺憾 只要跟著新金流觀念 用最踏實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比標跟標獲利 但是 很多投票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就是從過去 你跟著市場當中的分析師去做 常常會發現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因為股票總是包上包下等上漲 不敢百分百之計的進出 加上持股過於分散 凹單不停損 會多不會空的結果 都是造成資金運用沒有效率的原因 同樣的 過去用的軟體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自己賺錢 因為你用的不是原創系統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的實戰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周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甚至呢 選股出來的支數模組還會太多 還需要人工的訊息去輔助判斷 最重要的 買賣點常常會慢半拍 沒有辦法完全做到單一 而且精確的買賣點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有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 我百分百可以做到 價格 乘性 博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有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呢 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 打折還需要贈送資料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你已經掌握住一個 非常大的優勢了 因為這個系統呢 百分之百 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程式的部分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 其他軟體 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會立即不確顯示 進場 停損 停利 上個價位一次都有給各位 我堅持只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益才會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筆帶進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資金 多空人雙向 獲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說 眼鏡會平和事實 也就同 每天 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新金流關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筆帶進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資金 一定是百分百資金買檔 一定要百分百資金賣掉一檔之後 才有錢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一步做下來 從10月26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100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刷出334萬的利潤了 而你1000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334萬的利潤 但是 再回過頭來想一次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還在用 不能實在的軟體 幫助自己操股票 到底幫自己刷出 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就同我在節目當中 會常常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有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時候 此時刻 就該花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 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哦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11月30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100萬 賺了13.3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三十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萬序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 不斷的發生 三十號 也就在這一天哦 系統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那檔票 賺了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萬序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樣 K線 瞅瞅的時候 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緣台 短短的三到四點 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32.2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12月3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 100萬 賺了32.2萬 系統告訴我們 已經賺完 最好賺了一段 所以 天空開高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那檔股票 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12月3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 100萬 賺了32.2萬 系統告訴我們 金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12月3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股票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12月3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 一件選股度 一樣 執行選股 3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漢遜這一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12月9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人家賺了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漢遜這一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樣 K線 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別人談 短短的四大五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三十九點九萬的利落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12月9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 一百萬 賺了三十九點九萬 系統告訴美金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 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帶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要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 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 接著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二月九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三十九點九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融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先把賺到錢 敗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九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很簡單 一樣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九號這一天 操作一樣簡單明確一等 很簡單的按一件選股多 一樣自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大同這一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九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人票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大同這一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一樣 K線 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坐在較上面的邊 短短的一天 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十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 當然也不是例外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十二月十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 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家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倒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又浪費了三天的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 新金流觀念 賺錢的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 接著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十二月十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 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十號這一天 你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 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很簡單 一樣 交給 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 十號這一天 操作 一樣可以非常簡單 明確 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件選股多 一樣 資金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股鬆這一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 不斷的發生 十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把千檔票賺了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股鬆這一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樣 K線 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教上面的別人談 短短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是4.7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也就等我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 五個金流而已 事實上 從11月26號到金銀鐵 是三個交易的時間 你一百萬 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刷出 一百一十萬的利潤了 而你一千萬呢 也已經幫自己刷出 一千一百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金銀鐵 還是用過去死暴活暴的方式 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不能實在的軟體 幫助自己超股票嗎 很多投票在市場當中 都會非常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 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 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 敢賣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 一定要百分之百資金 集中操作單一張股票 絕對不能像老派投資觀念一樣 總是分批加碼分散個股 再來 每一張股票 一定要堅持只賺最好賺的一段 也不能像老派投資觀念一樣 總是死暴活暴等股票上漲 最重要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 最好賺的買賣點 更不會像過去一樣 進去的時機 總是會慢的半拍 而時間做的交易統很簡單 所有操作 一定是百分之百資金 集中操作單一張股票 加上銀格風險控管 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 用最短時間把資金做翻倍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張股票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沒有辦法領先市場 很明確知道 在29.4塊是這階段以來 最好賺的賣點 難道你要等到今天跌下去之後 再考慮要不要賣嗎 是不是總是來不及了 這時候你會問我 我如何領先市場 知道29.4就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的賣點 很簡單 要領先市場 直接來看電腦 會是比較快的一起來 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 特別強調任何檔股票 原因在哪裡 因為我們總是賺錢的辦法 所以每檔股票 每個階段 都是一樣道理 就同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 我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就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賣點 當天 除了明確進場點 停損點之外 停一點 當然也會一併 直接告訴各位 看哪裡 直接看實體信號部分 他告訴各位 29.43 四蛇五入 就是29.4 要全數賣出一張不留 進場當下 直接告訴各位 29.4要賣 隔天 開高 走高 創新高 大漲 最高來到29.7 所以我們設29.4 一定可以賣掉 可以把這一段 最好賺的賣點 放一口袋 正不如任一張股票 會有大賺變小賺遺憾 甚至在裡面 浪費任何寶貴的時間 同樣的 很多特殆做股票 財富為什麼 一直沒有辦法累積起來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辦法 像我們一樣 把所有資金 集中操作 在單一檔股票 單一個點位上面 好想想 過去呢 你買股票 是不是常常會 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你絕對不會敢買多 那麼等到連續大漲 之後再衝衝忙忙幫別人抬交 你還是不會敢買多 所以縱使買對了 買不多賺不多 遺憾 持續不斷發生 財富當然很難累積起來 但是跟著時間做的交易通常很簡單 一個階段 永遠唯一只有一個最好賺的買點 就同這張股票 在這一天 我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D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到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沒有所謂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加碼點 這麼明確的情況之下 我所有客戶在這一張股票 這一天怎麼做 很簡單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同樣的 每一張股票 都是一樣道理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 特別強調一張股票 用漲市賺錢的辦法 包括這一張股票 在這一天 我們同樣是不是看到一個事實 周線多 D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一張股票 這一天應該怎麼做 還是一樣 一定是百分之百自己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當然 每一張股票 都是一樣道理 我們可以再看一張股票 包括這一張股票 在這一天 我們是不是一樣看到一個事實 看到什麼事實 周線多 D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當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賣點 跟著時間做的交易系統 很簡單 沒有所謂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加碼點 就是這麼明確 只有一個買點而已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我所有客戶在這一張股票 這一天怎麼做 就是這麼肯定 所以一定是百分之百自己買進 讓好事很自然發生 更重要是 你會發現 每一張股票的買點 我們總是可以買在 黑線不太好看的位置 不是等到 長紅漲停 甚至大量連續大漲之後 再幫別人抬交 而是領先市場 買在漲停的前一天或兩天 也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每一檔股票 事實上都是一樣道理 而這就是時間做的交易統 獨特的技術 也就是同我在節目當中 常跟各位分享的 我說事實上在操作股票過程當中 會賺錢 手上一次一檔股票就夠了 如果夠肯定 夠有把握 為什麼要分散在很多股票上面 為什麼每次買進 只敢一成兩成買進 除非你是在財 同樣的 也就是同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只相信 只有 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 你想要跟著 新技能的觀念 創造出比標跟標獲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欠缺的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 領先實戰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秀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 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 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其他投顧幫您啟動 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回到現場 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他們擁有 時間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時 這種只有一口單 百分百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流暢壓力 我們可以讓 好事 每天 都會發生 就同這個地方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 賺賠加總結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11月一個月過去了 震這麼多 負這麼多 震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震2047點 12月18天過去了 震這麼多 負這麼多 震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震2082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兩筆對兩筆 一口單重呢 一樣可以震25點 但是 很多投票過去 也跟過很多老師 甚至軟體來幫他操作指數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累起來 因為你用的是市場當中 沒有辦法施散的工具 常用市價追單 有嚴重滑價問題 買賣點訊號會消失問題 最重要的是 但是有太多的參數 模組周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 價格 誠信 博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 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也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 或系統 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 打折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 時間做手的同時 在進場當下 系統就可以 立即明確顯示 進場 停損 停利 上個交位 一次都有各位 周期固定 十分線做當從 全數 定價 百分之百 不會有滑價問題 每一天 每一筆 我都一定跟各位對價對死 賺了賠的 我已經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 簡單 明確 全部不用客氣去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 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兩筆 對兩筆 一口當從呢 一樣 可以正 二十五點 同樣的 我們必須要看一下 今天 每一筆的交易訊號 今天第一筆交易訊號 在八點五十五分的時候 是一個延續盤 不同步 反向 做空訊號 我們可以 直接 來看電腦會比較快的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昨天的最後根K線 本來在灰色線上 這是介意第一根K線 也在灰色線上 昨天多 今天也是多 這多放延續盤 沒有問題 但是我說過 八點五十五分 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顏色 顏色不一定要到過頭來做 所以收盤收定 必須設收盤價 也就是 14249去做空 一起來看 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哪裡 14257 所以定價 百分百 全部都可以穿成交 但是 千萬不要忘了這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邦各個規劃的支撐區 一口單 算只有正八點 一樣 把它放一口蛋 這種今天第二個機會 形成新箱底 反向做多訊號 一樣 直接來看電腦 會比較快的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早上第一關K線 是一個不同步的K線 那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有新出現 新的紅色虛線 視為相抵 因此 一起來看 因此 收盤收定 必須設收盤價 也就是 14241去做多 一起來看 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低來到哪裡 最低來到 14234 所以定價 百分百 全部都可以穿成交 同樣的 也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方 各位規劃的壓力區 一口單 正17點 一樣 再把它發一口蛋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常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相信一件事情 當我們擁有 領先實戰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 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 予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注資金